公告我都放在Moodle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關於Mac部分的話 盡可能如果你不希望造成一些 突然之間有一些 狀況發生的話 當然還是比較建議 你是用Windows底下的Excel Excel的話最好是用稍微比較新一點的版本 學校是用Excel 2019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比較接近 那相對的 就是比較不會有一些 就是版本差異所造成 的一些問題 當然理論上我還是會稍微說一下 不同版本有什麼樣的差異 不過最好就一樣 你就比較不會有一些突發的狀況 你要去解決那個問題 當然最好你每個版本都能夠知道是最好 因為 畢竟不是說每個公司每個企業 都一定用最新的版本 因為最新的版本還要另外再花錢去升級 要花這個費用 所以這個 當然盡量多知道越多越好了 OK 所以 其他我每次上課的影片會放在這邊 然後會有一個 條例 比如說上個禮拜其實只有錄兩段 問卷結果 跟課程說明 還有簡介一下雲端 影片都在這邊 那實際上這個就是一個播放清單 他播放完第一段會跳第二段 所以如果你想要 播放那點下去 然後他就開始播 或者是你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 去去去觀看 有沒有這邊就跳過來了 那我會 盡量上字幕 不過這個字幕 不保證完全 這100% 都正確啦 因為這個字幕 是那個 利用那個 Python幫忙 去 把它跑出來 那Python其實是調用那個 Google的 語音 語音的 辨識的那個模組 然後 產生出來的 所以 不保證100% 因為我 如果要校對的話 那實在太花時間了 所以盡量啦 然後另外如果說你們有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OK如果你跟我互動的話 那也是一種上課啦 OK 你可以提問題沒關係 哈拉兩句也沒關係 老師我看完了我覺得你今天上得很好 之類的 OK 那我也是用鼓勵啦 或者底下還有那個 按讚 還有 其他就不用啦 其他你如果不想 訂閱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這個頻道不是以 這個 引力為目的啦 OK 所以 其他的話 我想你們自己在 可以才會了解一下 其他每次上課我都會做這件事情 再來的話今天我們接著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範例檔打開 所以打開第一個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第一個函數 那今天我們要完成的主要目標就是把綜合練習 重合練習 重合練習 裡面的這個問題先解決 那這個問題其實 要找到嗎 在那個雲端上面有一個 範例檔你要把它下載跟解壓縮 才有辦法看到這個東西 下載之後解壓縮 在那邊 我先這邊